近期有不少朋友发私信问到了一些标的 有好多无论是从技术形态上看 还是从基本面来看都不是太理想的 所以说老胡给大家总结了这十种标的 大家宁可空仓也尽量不要去碰 大家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 看一下你手中的标的是不是和这十种其中的一种 或者是几种是相符合的 好规矩现在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老朋友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基金重仓股不要碰 但是这里有一点啊各位 如果说是基金新进来的话 它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的时候 那么大家还是可以去操作的 因为这些大基金进来以后 它未来也是要盈利的 只不过这些大基金 他们的资金体量比较大 他们可以以时间去换空间 拿个两三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拿到一个翻倍对不对 但是呢对于一些基金介入时间比较久的标的 就不再建议大家去进了 有时候这些基金 它未必也是一个风向标 就比如这样一个标的一样 各位通信设备板块里面的 从2019年之前就一直不断的有基金进行介入 然后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位置 不光是基金啊各位 包括我们的社保是在这里买过一次 然后在这样一个平台的位置 做了一个第二次的加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即便是社保基金进来以后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又是从30元附近最低跌到了13元附近 做了一个腰斩还斩到了膝盖 所以说各位 基金重仓的个股不是说不能做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看看基金它是从什么时候进来的 基金进来以后 它未必会一直持有 它在上涨以后也会减仓啊各位 对吧 当你看到有基金介入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介入了好长时间了 因为基金的持仓 它不是实时的更新的 基金的持仓一个季度公布一次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可能是已经获利出货的这些标的了 而且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许多基金持有者 它会选择赎回的 一赎回就会导致股票的进一步的下跌 第二种呢 那就是下跌趋势当中的股票 不要去碰 这个怎么去判断呢各位 其实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看均线呢 如果说股价 它是一直在五天均线 十天均线下方运行的 不断创新低 每次反弹的力度都是特别的弱 反弹不了几个点 然后又开始回落 高点逐渐降低 这就是明显的空头趋势啊 不要觉得跌的多了 就抱有侥幸的心理去抄底 你想抄它的底 它想抄你的家 下跌趋势不演底 等到均线粘合了 K线出现小阴小阳 走出一个稳定的平台的时候 再有再次放量的时候 你才可以介入 这才是有主力介入的一个特征 三种呢 就是股票经过一波炒作以后 成腰了 见顶之后 一路阴跌趋势的 不要老想着去做龙回头 龙回头 它是有很多技术条件 作为一个限制的 大部分的标的 它是走不出龙回头这种形式的 哈各位 大部分的标的都是 见顶之后一路阴跌 上方被套牢的人非常的多 主力它会再次拉起来去解放前面这些人吗 它也是需要盈利的 它是需要真金白银往里面砸的 各位 它会牺牲自己去 营救别人吗 不可能的 一般这种标的 没有个几年 它是缓不过来的 第四呢 就是利好兑现的标的 不要去碰 股票在消息没有出来之前 它可能是一直震荡往上走的 对吧 而利好消息出来之后 股价就开始下跌了 有可能在利好消息出来的当天 向上一冲 然后拐头在分石上 直接就拐头向下了 说明早就有资金进行潜伏 它是在借利好消息进行出货 这个就叫利好兑现便是利空 股市我们买的是一个预期 大部分的时候 利好公布的时候 行情基本上就走到了一个尾声 一句话 利好出进便是利空 尤其是在短期之内 涨高以后 大家谨记 比如说在四月底的时候 要公布年报 对不对 有很多 它有一个年报的预披露 在预披露 年报业绩很好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涨了 而真正等到披露的那一天 它往往会上冲 直接下跌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标的 都是这个样子 到了一季报公布的时候 这就是第一次的利好 第一次的利好 一出来 它往往第二天是一个高开 然后上冲 很多都是可以封到板上去的 第二天 还会有运的溢价 这个它就没有预期了 对吧 因为它没有提前预报过一季报的 因为它没有提前预报过 一季报的一个业绩 所以说它和年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五种那就是三无公司不要碰 这个三无指的是第一个 没有业绩 基本面不好 第二 没有题材 也就是没有热钱去追捧它 第三 未来也没有前景 就说明未来也没有故事 可以讲炒股炒股 炒的就是故事 没有故事 那么它未来就不会有大资金去追捧它 买一个公司 买的是它未来的业绩的增长 这是第一点 一家公司没有业绩就没有上涨的底气 走的也不会太远 没有业绩的行业 未来发展的空间也十分有限 如果说再连个热点 题材都蹭不上的话 那就更不能去碰了 六种那就是总市值在十个亿以下的 而且它的股价还是在两元以下的这样的标的 最好不要去碰 这些都是一些先股 这种随便一调整 就可能面临退市的一个风险 干到一元以下了 对吧 一旦发个公告股价立刻几个跌停 想跑都跑不掉 所以说股价绝对价格的高低 它不是说我们在进行选股的时候的一个特点 第七个 近期有过一次炒作拉升 然后在高位放了天亮的 大家最好也不要去碰 所谓天亮见天价 尤其是在高位天亮 又对应着下方出现天价的 大家就不要再去碰了 它大概率就是主力在出货 无论它是阳线还是阴线 都要注意都要引起警惕 如果是阴线的话 那就更不要去碰 第八种呢 那就是大幅拉升以后 在高位横盘的票不要去碰 就比如这样的标的一样 连板都是一次板上去以后 在这里震荡下行 下方的成交量持续放大 这叫什么呀 这叫量价背离啊 成交量放大 股价应该往上走才对 尤其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情况 主力出货无疑 第九种就是高位放过天亮的股票 不能碰 就比如这样一个标的一样 短期之内拉高了 12345五连板 而且呢 第五板的时候 它是出现了一个天亮 而且对应着是一个天价 这个天价出现了一个特征 虽然是在涨停板上 但是它出现了一个对子数 结合老胡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出现了高位对子数第二天第三天 不能把它破掉的话 那么它大概率就是一个短期的顶部 那么出现了这样一个涨停板的时候 我们从K线的形态上去看 它还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做短线 我不相信大家不看分时 如果说我们打开的分时 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一个分时早盘的时候 封到了涨停板上 吸引一波资金进行跟风 然后呢 直接炸板 在全天四个小时之内 有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它都是处于一种烂板的状态 在尾盘的时候又再次封到了板上 这叫什么呀各位 这叫尾盘拉升 飞肩即到 在这样中间断板的这样一段时间之内 其实下方是有很大的成交量的 只不过是前期上板之前 成交量比较大 把它给压缩了 所以说呢 主力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在这里 都是把大单拆成小单进行出逃了 全天经过了一个高换手 等到下午的时候 卖盘已经枯竭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主力资金它只需要用少量的筹码 就可以把这个股价再次封到涨停板上去 但是一整天的时间 它确确实实是出了不少货的 所以说第二天的时候 直接来一个门杀 低开低走 想跑都很难 所以说各位 在高位建了天价 还有天量的时候 无论它是阴线 阳线 甚至是涨停板 我们都要具体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分时 第十 没有资金关照的股票 不要去碰 没有资金关照 也就是说啊 没有主力资金在这里进行活跃 股价的上涨 它一定是有资金进行推动的 没有资金关照 也就是散户行情 这类股票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要么是震荡向下 一直都是缩量的 下方没有得到成交量 要么就是横盘整理 下方也是没有得到的成交量 它要整理到什么程度 它要跌到什么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拐点呢 前面老胡给大家讲过 成交量是就是用来改变趋势的 对吧 只有等它放量的时候 而且是持续放量 它才可能走出一个拐点 所以说没有主力资金参与的股票 大家也不要去碰 这里股票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涨的不多 大盘一调整的时候 跌的比谁都要凶 好了各位 我是老胡 短线交易顺势而为 我们下期再见